大家好,我们在三角梅开完花之后都会给它进行修剪工作 特别是我们想要给它整形的时候会剪得比较狠 会给它进行重剪 那么像这种修剪过后的三角梅 怎么才能够把它养出一个枝繁叶茂的状态出来呢 首先为了让它的根系有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 让这个根系能够快速的生长 吸收更多的养分 让植株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出来 我们就要先给它松松土 把一些杂草清除干净 让盆土的透气性更好 更有利于根系生长 如果盆土有点板结或是透气性不怎么好了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掺上一点蚯蚓粪 蚯蚓粪是可以有效地改良土壤 让土壤成形团力结构的 而且它含有一部分的养分 也可以促进植株 在花谢之后能够尽快地恢复生长 第二步就是要大水大肥大太阳 大水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给它补足水分 但是一定要注意盆土不能够干透时间太长 以免伤根 也不能够积水 以免导致难根 浇水在夏季的话 最好选择在下午半晚的时候浇水 大肥就是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 一般在它修剪之后 已经开始长新芽了 就说明了它这个时候对肥的需求非常的高 我们一定要多给肥来促进它的快速生长 用肥的话最好就是以有机肥为主 有机肥不仅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而且不容易伤根 那么我用的有机肥一般都是发酵服属好的芝麻饼肥 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沿着盆边缠松一点 挖出一圈勾出来 然后把芝麻饼肥沿着盆边给它埋上一圈 根据盆土的大小来决定芝麻饼肥放多少 一般像这种大概有20公分口径的我们埋上20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土填回来 这样补肥就完成了 在这期间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光照越充足它长得越旺 最后就是要进行适当的修剪 怎么修剪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土长枝 特别是一些直立向上生长这种土长枝 我们发现了之后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截短 这个土长枝它会消耗植株非常多的养分 是不利于其他枝叶生长的 然后等到一些新枝长高一点之后 我们可以根据整个植株的灌服来给它进行打顶 促进它长出更多的分枝 这样很快就能够养出一个枝盆叶茂的三角梅出来 三角梅只有枝叶长得多 后期它的开花量才会更大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